本年冠军府14号 基盘第4次地区農業大學的開库點列 本次開設3階段擴定分別是 現代農業技術加基礎地域 農業枯水技術重新 和專業一輪擴定班 希望就由多元擴定 背後專業的農業營宅 廣府歡迎有幸福農民 擁有進來上課 中心想起我們的課程也正式啟動 中心想起代表到第4次 雲林館地区農業大學正式開始了 就要來上課的農業是都相當的歡喜 相信可以在課程裡面 實施到很多 去學蔬菜進階班的時候 其實就是去練基本功 那當然我們的水肥管理 就好比我們的基本功一樣 如果去控制其實是很重要的 智慧農民大學已經來到第4年了 所以我學到很多樣 像米的包裝跟品牌 我已經從沒有到有 我覺得我在智慧農民大學 學到行銷跟管理都很多 這次的課程 特別分成三個大規模 分別有現代農業技術和基礎地域 農業枯水技術創新 專業一年課程班 希望透過豐富各都完的課程 幫助農民提醒他們專業能力 透過整個智慧大學的教育平台 讓我們的農民更加有嘗試有知識 更加知道有限環境裡面 如何因應所有的變化 那再加上我們會有一些食物的工作坊 親臨到真正的這些農場 來進行實際的這個學習觀摩 我想這次的課程安排得非常的周到 那智慧農業大學呢 不記載行善這方面 我想它傳授的面向 包括如何去行銷 包括如何接軌國際時事 像現在的減碳的方面 我想這都是智慧農業大學裡面所教導的 我相信智慧農業大學的開課 對到優心來中屬農業的這些青年農民 我想一定有一個幫助 官府表示雲林官地匯農業大學 不然是要來提升農民的專業能力 竟是希望團結農民的力量 它就出色於雲林的農業大學 農業大學它不是只有增加農民的資能之外 其實我們是打的集體戰 因為透過課程 大家通過課程的交流 大家一起學習 一起共同打造品牌 所以未來智慧農業大學走的不只是一個單獨的農民 而是我們一群雲林的農民 大家一起走出雲林的農民 農業的不同的困境或未來的不同的發展 目前第一階段庫廳已經六十幾戶 在第二階段庫廳自十月十九日開始報名 到十一月一合結束 歡迎有興趣農友擁有來參加 記者 下一次 採訪報道